12岁以下的年纪 可以说我十父之一 我老爸当时很有钱 和何东爵士 我爷爷 何福 几乎整个香港差不多控制了 说到何鸿燊这个名字 大家会想到什么呢 赌王 风流都可以说是他的代名词 何鸿燊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可以说是叱咤风云了一辈子 1921年何鸿燊出生于香港豪门 后来家里投资失败 让他身上不再拥有大少爷的标签 年少的何鸿燊常见了事态炎凉 于是奋发图强考上了香港大学 毕业后何鸿燊带着身上仅有的 10块钱港币 只身来到了澳门发展 年轻时的何鸿燊可谓是一高人胆大 独自一人闯天涯 能够有之后的生活和当初这个决定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何鸿燊来到澳门的一家贸易局上班 由于善于交际 立下了不少功劳 还得到了100万的分成 而是选择的创业 当年的澳门水火公司 就是他第一家企业 不过最后他是选择回到香港 又创办了第一家房地产公司 资产逐渐扩大 在1961年竞标澳门赌场成功 第二年新花园赌场就正式营业了 可谓是效率之快 迈出这一步之后 何鸿燊也一直都涉足各个领域 老母也这么凄凉 一直以我要发粉 那我也的确 被一些有钱的亲戚 藐视到 撞到我在街上云路下 不知我呢 就说得好 发粉 大家都知道 赌王的威名 几乎大半个澳门 都是他的天象 赌王的大名更是如雷贯耳 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 而他所拥有的这一些 离不开他早年时的传奇经历 不过他的事业再传奇 也没有他的家庭精彩 何鸿燊的家庭 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 完全可以写一本连续剧了 在赌王传奇的一生当中 他娶了四位妻子 太太们先后为他 生下了17个儿女 目前还存在14个 由于时间跨度大 所以这些孩子年龄差别也很大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 在赌王78岁时 还生下了一个女儿 何鸿燊娶到第四房 太太梁安琪的时候 已经是68岁了 何鸿燊曾经对梁安琪说 你是我最后一个爱人 也就是这句话 何鸿燊顺利将梁安琪纳入后宫 在这之后的十年时间里 梁安琪为何鸿燊 生下了五个孩子 最小的女儿何超新 是在何鸿燊78岁时出生的 这让外界都有人好奇啊 称简直不可思议 78岁还能生孩子 何鸿燊是怎么做到的呢 毕竟这个年纪 还能生孩子真的不容易 也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情 难道是做了试管一儿吗 此外梁安琪呢 在一次采访中变快大了疑惑 这让网友们听后直呼开眼了 众死周知 何鸿燊非常喜欢跳舞 梁安琪呢 就是在舞会上认识了何鸿燊 在接受采访时 梁安琪直言道 何鸿燊非常喜欢打球 游泳跳舞 这也让他的身体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因此在他70多岁的时候 身体就像40多岁一般 赌王何鸿燊 本人也曾经说过 自己很注重日常保养 还有锻炼身体 所以拥有一个好的身体呢 一点也不奇怪 小女儿也是属于正常神域的 没有做过试管婴儿 梁安琪还说 在跟何鸿燊这么多年 完全没有觉得 跟他有年龄差距 所以慢慢的 就不觉得他是个老板了 是一个很努力生活 很有经验 很有见识的一个朋友 那我就觉得真的很感动 那我当时我打一份工就几百块钱 那我觉得有几千块钱一个月 简直是像中了六合彩一样 那后来我就加入了何先生公司里面工作 所以他有一些 自从那一次之后呢 他找帕娜他就不找了 不需要了 自找梁安琪 那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朋友啊 就有一些场合的 经常跟何先生 我们就去跳舞 搭档 比舞伴还要更深 对吧 不是叫舞伴 我叫我想想叫什么 就叫帕娜 我不清楚啊 何鸿燊 即使比梁安琪 大了足足有38岁 但在相处过程中呢 梁安琪并没有感受到年龄的差距 对于身体状况 喜欢锻炼跳舞的 赌王身体摔摇的速度 也就更加的缓慢 所以这是他晚年生子的原因 现如今 赌王已是他传奇的一生 也就此落下帷幕 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